据越南国家旅游局的数据显示 2023年越南接待国际游客总数预计达1250万人次 远高于既定目标800万人次的目标 国内游客预计将达1.08亿人次 超出年纪化5.8% 旅游总收入预计将达290亿美元 超出年纪化的3.38% 越南旅游形象得到提升 在世界版图上的定位更加清晰 竞争力不断增强 2023年越南国家旅游局 第四次荣获亚洲领先旅游管理机构荣誉称号 同时越南再次获得世界旅游奖颁发的 世界领先的遗产目的地将等许多权威奖项 越南国家旅游局已明确 要继续加强旅游区和景点的管理力度 保护和弘扬自然文化价值 促进旅游可持续发展 确保游客的安全 特别注意旅游目的地环境卫生 食品卫生安全等 有关机构加强检查监督力度 提高人们的环境保护和历史文化遗产 和自然景观保护意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